在壽命延長的趨勢下 再加上台灣少子化的一個影響 所以台灣高齡化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在2025年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 每個人都應該要去提早的做一些準備 盤點現在的一個資源 確認未來的一個需求來做規劃 台灣人壽一直在強調的就是退休三本 在樂活老本的部分 想要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的退休金才夠 那就要想說自己想要過怎麼樣的一個退休生活 那我們建議是可以用這個退休金的三支柱 來計算自己以備的這個資金跟退休金的一個缺口 那第二個是要準備健康老本 可以先透過保單、健檢盤點自己的一個保障缺口 來分批做投保 那在長照老本的部分 可以及早的去善用長照險 補齊長照的缺口 根據台售的一個觀察 在健康的一個議題上面 主要有三大趨勢 預防、慢老、精準 在預防的方面 我們有推出I健康的計畫 以區塊鏈整合散落的一些健康的資訊 喚醒民眾的健康意識 而及早的去做預防的一些工作 那在慢老的部分 我們推出了Teamwork 遊戲化的一個健康服務 來打造差異化的團顯的一個數位服務 企業鼓勵員工日行7500步 增加公司的一個健康活動的一個趣味性 另外一方面我們把保險公司 降低的一些理賠成本 也會回饋給企業 讓企業鼓勵員工變得更健康 打造健康的一個職場 精準方面我們有推出 AI健康的APP 透過AI解碼健康的一個狀況 精準的讓客戶可以選擇保障 跟使用醫療資源 我們是跟加拿大的一個 利利亞AI來合作 利用健保的一個數據 然後來讓AI的一個模型 發揮它的一個效用 我們提供客製化的健康報告 跟建議 規劃最適合的一個保險解決方案 我們根據AI健康分的一個APP 所計算出來的 我們會知道說哪些客戶 風險相對高一點 哪些客戶 它的一個風險是比較低的 我們跟高雄龍總一起合作 來建這個區塊鏈 就可以讓整個理賠的一個 給付的天數跟流程是大幅縮短 從15天可以縮短到3天 串聯了華碩跟醫聯網 讓健康的一個資訊 不再是碎片化的 首創一站式的平台 來整合保險界 科技界跟醫界 來提供跨界的服務 台灣人獸匯整 客戶在虛實通路上面的一個健康軌跡 透過科技賦能 來跟一業合作 打造健康的生態圈 一站式的健康管理的平台 幫助客戶掌握每個健康的旅程 從線上到線下的一個通路服務客戶 串聯不同的一個領域 產業來實體跟網路上面的一個商家 然後透過虛實整合的方式 提供全通路完善的一個健康服務 在預測醫療方面 就是運用這些穿戴的裝置 在精準醫療方面 為了更精準的去了解潛在的風險 開發出基因檢測 失智症檢測 這樣子的工具 在高端醫療方面 透過數據分析健康的弱點 來提早準備 在旺的部分 台售有提供 Teamwork 這樣子的APP 在文的方面 用愛健康的平台 在問的方面 當客戶有任何健康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攜手醫療跟科技業 在竊的方面 透過各接點的數據收集 跟高科技的運算 AI科技結合望聞問切 這個是老祖宗智慧 來幫助啟動健康計畫